也不知是绿菊做的新衣手工太好 让人当了我有钱 也不知是我命中有此劫 碰到蒙面的要收过路钱 我把身上银子都掏出来 他却以为我还藏了 就来扯我衣服 我想那还了得 扭打起来 谁知竟是穷凶极恶的 拿匕首扎我一刀 当时我昏死了过去 等醒来就看到住咱们隔壁的袁大人 多亏他救我 否则必死无疑 欲劫时也没他人经过 便是袁大人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更别说是小姨了 莫子撒了谎 他不是第一次对囚三娘撒谎 但却是第一次有内疚感 怪不得我问袁大人 他只说看你重伤躺在路旁 却不知是何人所为 在莫子受伤之前 囚三娘根本不知道 这荒府有了人住 这么大的事 小姨和莫子没跟她透露一个字 要不是莫子危在旦夕 他会发难的 明知隔壁有人住 还借墙跳 万一传到静王府那些人儿里 他怎么解释得清 他可以下堂 但绝不能是对方赶他的情况下 小姨再三保证 还扯出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小师兄来 用同门之仪说隔壁会替他们保守秘密 他半信半疑间 袁城又让小姨捎给他一个口信 差不多也是不会多嘴的意思 更心安了些 亲自过来 除了探探莫子的伤势 同时也想亲眼瞧瞧那位袁大人 一眼看过后 发现对方是个斯文像的太学博士 彬彬有礼 说话诚意 终于放下一颗心 正如袁城之前所说 天下袁信何其多 求三娘一点都没有将这个袁大人 同墨子度过来的那个第一贪官联系到一起 你编的理由是抄近路 求三娘嫣然一笑 看他那么好骗 他不好骗 不过君子有成人之美罢了 我一个小小丫头 还挺老实的样貌 他穷的 连清理园子的银子都没有 夫人两三个 我难道还能偷他什么东西不闯 不想把袁城说老实 因为求三娘不是没有判断力的人 求三娘挑挑眉 似乎不信 接下来的话 则让墨子差点伤口裂开 墨子 我听说你伤在胸口 差点穿心而死 若是女子救了你还好说 可如今救你的却是个男人 虽说袁大人好心 不过坏了你的明节也是事实啊 太学博士跟教书先生差不多 从六品的官没有实权 逢年过节 收收学生的礼了不起了 不过 有你当险内助 说不准就青云直上飞黄腾达 不如我同他说说 把你许了他如何 墨子瞠目结舌 怎么 害羞得说不了话了 你也知道 我这人心肠不好 救你一命 却非逼得你少十年自由 他若愿意娶你 我二话不说 传场的约集费 卖身器立刻还给你 求三娘似笑非笑 恶作剧般对墨子眨眨眼 这是玩笑话了 墨子找回自己的声音 照你这么说 我要嫁的不是袁大人 而是大夫了 墨子姑娘放心 为你智商那日 全身上下都裹颜世了 拔刀的是大夫 服药纸写的 却是大夫的夫人 袁程又来接话说 这个人办事一向周全 墨子看看求三娘 对他反过来眨眨眼 求三娘不急不忙 端坐好 笑道 我家丫头贼调 我懒得了一头歪词 只不过 大人是饱读师书的世子 说出来的话 却怎说没有道理 俗话说 男女瘦瘦不亲 大人虽是好心救了 我家丫头 但她独自住在 大人府上已十多日 不管你二人是否清白 在外人看来 墨子鸣节一会 大人可是这么个说法 袁程一笑 淡淡扫过墨子 点头 嗯 的确如此 某墨再瞅目结舌 不知大人可有欺事 若夫人名礼 自当能接受我家墨子 求三娘本事说说而已 却突然热血了 袁某不曾娶妻纳妾 至今截然一身 恶人 要什么家里呢 墨子一正 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居然没大老婆小老婆一堆老婆 这人 是打算全赴身心报仇 还是太花了准备玩一辈子 求三娘也是一正 孝二要娶公主的 二十多岁还不成亲 那就没办法 难道 教贵族子弟的老师 真有那么穷 连老婆都娶不了 看大人年纪 也二十过了吧 怎还未娶呢 求三娘奇怪 袁某还没说话 墨子开了口 我的奶奶耶 我一个没有身份的丫头 明节之说根本套不上 再者 你这是打算闹得 王府里的人都知道 咱们偷跑出府的事 是不是 后面一句话 如一盆水 浇吸求三娘的热血 圆成垂眸 笑声了 求三娘走后 又剩下这二人独处 一个是封建礼教如粪土 一个持胸怀 坦荡无歪心 没想到我的主人是女子吧 墨子今天精神不错 还不觉得累 没想到 不过 无甚关系 女子也好 男子也好 以墨子姑娘的聪慧 都能善加利用 一句话 精准定位 我在先生面前 无所遁形 先生未免也太厉害了点 这世上 大概没人敢对先生撒谎 夸得夸张 水分不多 我没那么厉害 不自称圆某 且话锋一转 你可饿了 又问他饿不饿 这是要来讨论 人情问题了 墨子已有打算 我饿 不过 咱们边吃边聊 也可 元成叫来 落英和明年 嘱咐两人 去准备吃食 然后自己撩了黑衫 在原来那张圆桌上坐下 墨子本有意不认先生 不过看到先生 竟然这般惦记着这人情 倒叫我不好意思 不让先生还了 睡足了 营养不错 他脑袋都转过来了 元成呕了一声 哦 不知此话怎讲 当日 墨子明明一身男装 先生开口就叫我墨子 这是为何 以元成的心计 该叫他墨哥才对 不是他不认 他就不认吗 元成突然起身 高大的影子 渐渐伸展到墨子床前 先生若不认我 而叫我墨哥 那么 我虽然向先生求助 却并未承认双身份 先生如今所救的 就只是墨哥而已 不是墨子 墨子望着元成走近 眼眯唇勾 让他说中了吧 他在称呼上 技巧性一换 他就等于承认了 墨哥就是墨子 元成抚下身 抬眼 与墨子相对 眸色如雾 让人看不到底 墨子姑娘 你错了 元成是个守信之人 那日 我叫你墨子姑娘 你若不说墨哥二字 那么如今 墨哥就是死人了 他不过设计得很巧妙 让自己背信的可能性 变为零而已 可这样的话 不说也罢 尽管他吃惊墨子 竟然发现了 洛英端着汤药进来 见自己的主人 离墨子姑娘那么近 几乎鼻子顶鼻子了 大吃一惊 差点没拿稳托盘 墨子看到洛英 诧异的表情 对元成说道 先生 还是不要靠太近的好 我倒是不怕 就怕别人误会 元成听到身后有动静 却不急于退开 伸手 居然是将墨子身上垂落的丝紧 替他盖好 墨子姑娘身子上须 小心别着凉了 在洛英眼里 是亲密之极的动作 在墨子眼里 是元成给他自己 找个特地靠近床的掩护 谢先生关心 墨子抚平丝紧 元成退到圆桌那 汤足周宝 洛英收拾了下去 双方谈话 才算真正开始 在难得时 墨子亦非真心实意救先生 若不是先生开好了价钱 先生也说不定就是死人了 不过那时我要是不救先生 先生应该不会怨我吧 他当时是想一走了之的 管他是谁 要死要活跟他可没关系 自然不会 元成答道 那我也自然不会怨先生 先生与我有一跃之约 我若犯了傻 也是我自取死路 同先生无关 可是 先生墨小看了我 墨子一笑 当日要是先生叫我墨哥 我会说得更仔细一些 绝对会让先生守信 不然 厉鬼上 元成黑眸精亮 也笑了 墨子姑娘坚韧 我佩服之极 如今 我救你一命 你救我一命 墨子在床上抱拳 先生这人情 不欠墨哥 更不欠墨子的了 元成是文人 不来墨子那市井一套 但微笑汉手 多谢墨子姑娘 先生 这人情 你我虽然两清 倒也无需如同陌路 墨子这话 出乎元成 出乎元成意料之外 墨子看不清元成 元成也同样 看不清墨子 于是问道 墨子姑娘说 人各有志 往事不提也罢 这话令我以为 你并不想与我牵扯太多 便是求救 亦有不愿 此一时 彼一时 谁想得到呢 他的过去 竟找上门来 想来我不该问 何为此一时 何为彼一时 无需形同陌路 在我回答先生的问题前 可否问先生一件事 三日来昏昏沉沉之间 他想的并不少 没有恢复记忆之前 求三娘挡风遮雨已足够 现在 龙卷风要来了 求三娘也不管用了 他需要铜墙铁壁 需要钢筋水泥 需要一切坚固不可摧的东西 来抵御 圆成 无疑是块难得的好材料 墨子姑娘请问 圆成彬彬有礼 先生如何从宫中出来的 墨子不问 只问 先生身上背负的 可曾放下 圆成与同僚饮酒 与江湖中人逛花楼 忙得不亦乐乎 墨子看在眼里 很想知道 他究竟异欲为何 圆成目光一脸 他这么问他的国仇家恨 为什么 放下又如何 放下又如何 未放下又如何 但 既然墨子直接 他也不藏 先生若放下了 贤云以赫一般过日子 墨子便从此当先生 以谈天说地的好友 不讲麻烦的事 先生若放下 先生若放不下 无论如何 要替亲人讨个公道 却缺人手帮忙 只要先生不闲 墨子 愿分担一分 尽力一分 他无前无事 唯有一生所学 和左右开弓的一双手 这是要向他献力之意 圆成便是再温润的外表 眸光也亮起惊叉 他不是神 自然不知道墨子身上 那么多的故事 墨子姑娘 你我虽未有身交 不过 以我对姑娘的了解 姑娘不是三心二意之人 莫非 与你此次受伤有关 只有这一般解释 才能通畅 先生还未打我 他必须要知道 圆成的打算 才能决定自己 是不是该与他同舟 我诚打你一句 不知 圆成望着墨子 眼神清澈 并没有撒谎 放与不放 至少到你问我的此时 我未决定 那先生就是在随波逐流了 圆成身后有一团 试图操纵他的力量 他能感觉到 再不赞赏他一下 圆成觉得 对不起老天爷 安排了这个人到自己跟前来 点头笑道 随波逐流四个字 用得好 谢先生夸奖 不过 我乔先生随波逐流中 似乎有意弄条案流出来 未决定 就是在挣扎 再挣扎 本能就引领方向 圆成的心思越深沉 在他看来 越可能就是放不开 墨子姑娘 我是难得的第一贪官 来了这大周 不可能变成两袖清风的吧 一个太学博士 朝廷那点月凤 还不知几时能修缮园子 若非姑娘提醒兔子多 炖炖大鱼大肉 我又是热情好客的 常招待人上家里好酒好菜 早就坐吃山空了 人穷至短 我以为你该深有体会才是 兔子 果然就是这么少的 墨子这么顶回去 先生由收入解难 不必拿我来说 我虽然没钱 可也没地方让我花钱 墨子姑娘说得是 我惭愧 圆成承认得痛快 我已回答了你的问题 还请你答了我的 何为此一时彼一时 彼一时 是我以为无求于先生之时 此一时却是我想通了 事事无绝对 都说先生有精识之才 有朝一日在大洲飞黄腾达 我若自扮清高 岂非愚昧 打好交情 有事求救 无事靠靠 这时狐独又在夸乌鸦了 以前说她是蝎子 上回又说她是乌鸦 都不怎么样的 墨子呵呵一笑 摇头不承认自己谄媚 先生 我知人情已轻 互不相欠 只是可容我高攀为友 最普通的那种也行啊 圆成突然不说话了 只是看着墨子 墨子表面上 大大方方地让他瞧 心中苦笑 能说出那样的话来 他脸皮邦邦响了 墨哥 两久之后 他喊他男儿装实的名字 墨子禁不住坐直了腰板 说了声事 你虽不肯与我说实话 不过你不说 我就不问 若你不介意 我会利用你 与我为友 有何不可